第250章 校帅爬窗 求证送命题 他梳得伸手 却捏他柔软粉嫩的耳垂 芸汐猛地转过头来 咕噜噜的猫眼不悦地瞪着他 此时此刻 他就跟被踩着尾巴的猫似的 明明想竖起浑身的刺 抗议他的不满 可那双太过成澈的毛子 瞪一眼 在沐飞池眼里都只能算是娇尘风情 到头来也只能炸了一身的毛 拿炸毛的猫怎么办 顺毛 沐飞池笑着松了手 宽厚干燥的崭心 落在他鼓鼓囊囊的脸蛋上 哼 小东西 这么久不见 有没有想我 唇后 磁性的伞音 浸在安静的房间里 有种撩人的痒 哼 少帅 三个半夜爬窗进来 求证这个寿命题 说这话的时候 芸汐故意朝他下半身看了眼 那看似轻飘 又漫不经心的眼神 落在沐飞池的眼里 满满的 全他妈都是挑衅啊 对着这毫不吃亏的小家伙 沐飞池有种哭笑不得的无奈 哈哈 是啊 三个半夜把命送到你脚上来的 也就我一个了 是不是 倍感荣幸 你这荣幸 我没法恭维 沐飞池笑了笑 拉过他的手腕 从口袋里拿出个丝绒盒子 霸道地摁在他手里 芸汐一脸猛逼地看着他 再看看手里的黑色丝绒盒子 这造型 怎么看都像是首饰饰品吧 啊 礼物 她挑眉问了句 沐飞池微微点了点头 宠溺的磨光 简直能把人溺毙其中 芸汐低头打开丝绒盒子 里边是一枚羽毛造型的胸针 每根羽毛上都镶嵌着蓝色和湖水蓝的宝石 呈扁状渐变式 羽毛中间镶嵌着一颗蓝色的水滴形宝石 颜色闪烁通透 独具荧光效果 看着很是迷人 她原本以为是蓝宝石 仔细看才发现不是 这竟然是M国盛产的B席 B席中以蓝色帕拉伊巴席席最为珍贵 真正产自M国的帕拉伊巴席席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 价格就没再低于每克拉2000美元 尤其是这种更为稀有的蓝色品种 长成荧光蓝色 色泽相当亮丽独特 令人心醉 是碧玺系列中最高贵的品种 非常含有 上一世 宝石书画鉴赏也是名媛的必修课 蒋老爷子为了培养他这个未来的孙媳妇 特地砸了不少钱进去培养他 还让他去京都盛民的名媛训练营训练 在那里 他学了一些珠宝鉴赏 其中研究最透彻的就是碧玺 他对钻石这种被美化永恒的东西 反而不怎么感兴趣 唯独五颜六色的碧玺 他琢磨了个透彻 他手里这枚胸针设计得很精致 也很独特 但是这枚水滴状的就不像五克拉 价格不菲 他已经不敢去估算这个胸针的价格 沐少帅的手笔一出手就让人叹为官职 合上盒子 他塞回到他手里 啊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要 他还欠着人情没还呢 沐飞池刚刚就一直盯着他瞧 他现在这副模样 总算解了他的疑惑 沐飞池挑挑眉 是笑非笑地看着他 等剑上宝石 别的女人看到他 和他看到的眼神是不一样的 他眼底有剑赏 有欣赏 还有经验和赞叹 不懂 不懂 芸汐憋开头 直接扯了个谎 既然不懂 那你就当他是普通的凶针部就行了 沐飞池直接把盒子搁在他的床头柜上 反正我给出去的东西 是不会收回去的 芸汐还想说什么 沐飞池直接截胡 没得商量 就这样 说着 她绕到一边 掀开被子 直接躺了上去 芸汐看着她在自己身边躺了下来 浑身一个哆嗦 直接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